欢迎使用Web ERP系统 初期导入电脑化作业 可能对没有接触过的使用者会感到无所适从 均衡科技累积十多年的系统上线经验 将第一次上线流程简化 即使没有使用经验 也能协助你尽快上手 系统上线一开始要建立基本资料 像是客户、厂商、产品资料 系统提供Excel整批汇入的功能 当资料成千上万笔时 可以先使用Excel整批建档整理后 在汇入系统内节省建档时间 基本建档是系统导入最耗时的工作 尤其产品建档以及其出库存建立作业 这个步骤如果能确实完成 将有助于后续系统的正确运作 以产品资料为例 第一列代表每个栏位名称 其中产品编号为必要栏位 且不可以重复 完成资料建档后 请到系统设定 外部资料汇入 选择汇入表格 并上传Excel档案 按下一步 左边的栏位及抬头是要汇入资料表格的栏位 你可以透过下拉选单 对应你要汇入的Excel栏位 自动条码打勾 代表在汇入时 系统会自动产生内部条码 按开始汇入即可 当基本资料都已经完成建档后 尤其是产品资料 应该将目前仓库内有的品项都建立 接下来就要进行提出库存建立的动作 建立提出库存有两种方式 盘点作业或是进货作业 绝大部分导入系统的企业 公司都已经在运作中 代表仓库内已经有许多产品库存 这种情况就要使用库存盘点 将其出库存建立 实际做法请参考库存盘点教学影片 另外一种情况是新成立公司 就直接导入系统 可以直接使用进货作业 将每一笔进货单输入 当完成基本建档后 平常的作业就是厂商进货时 要依照实际的验收数量输入一笔进货单 进货人员要注意的是 在输入进货单时 如果是新的厂商 就要在厂商建档新增一笔厂商资料 如果是新的产品 要在产品建档新增一笔产品资料 然后依照厂商的单据 输入进货单作业 产品就会同步增加库存 并增加厂商应付账款 以提供月底厂商对账用途 销售时依据不同客户 开立销货单 系统会立即扣减库存 并产生应收账款 请参考销货作业教学影片 进货销货单据是每天的作业重点 使用者应该熟悉这两种作业的操作及用途 每日的作业循环到月底时 会计人员要向客户勤款时 就可以直接到账款发票模组 应收报表中的应收账款明细表 选择日期区间 账款报表将会依照不同客户分页列印 再将之前签收回来的三连单据 一并交寄给客户 这就是勤款作业流程 收到客户款项后 进入应收充账作业 针对收款客户进行单据冲销的动作 完整的流程请参考应收充账教学影片 完成充账动作后 就是一个销货循环的结束 透过每日灯打进货 销货单 月底勤款对账 收到款项冲销结账 这样的进销流程 确实执行 这就是电脑化的基础 透过这个章节的说明 可以让你在接下来的教学课程融会贯通